大家好,我是Lilliana 非常常用的表达时间的介词呢 是debut 记得这个s不要发音哦 那么这个debut后面呢 我们加时间点或者是一段时长 或者是表达时间的这个短语 那用这个debut呢 一定要用直程式现在时 prison 那表示呢自从的意思 就是一个动作已经发生 但是它还在延续到现在 还会继续的意思哦 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哈 J'habit en France Debut 2010 J'habit就是我住哈 这边habit动词原型是habiter 这边用了直程式现在时哈 En France在法国 我现在住在法国 那自从什么时候开始住在法国呢 Debut 2010 2010就是2010年 它是一个时间点 也就是从2010年开始呢 我就住在法国 我现在还在住在法国 我还继续住在法国 也就是这个动作 还会继续延续的意思哈 所以这边要用debut 自从 呃我就是自从2010年以来 我就住在法国了 J'habit en France Debut 2010 再看第二个例子哈 J'habit du piano Debut mon enfance J'habit这个fait呢 动词原型是faire 他也用了直程式现在时哈 du piano就是我这个弹钢琴哈 我们说呃就是演奏什么乐器类呢 用faire这个动词后面呢 用这个de 然后呢加这个le la lé这个罐子呢 那piano是阳性的 那de遇到le我们就变成du哈 J'habit du piano 就是我弹钢琴 Debut自从 Mon enfance 就是我的童年的时候 那这边 Mon enfance 它也是表达一个时间的一个短语 就是这个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从我童年开始 我就弹钢琴 这个我还会弹钢琴哦 这个动作还会继续哦 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 Ta mère s'inquiète beaucoup Debut dans des bars au Canada Ta mère 你的妈妈 S'inquiète 动词原型是 S'inquiète 就表示担心的意思 这边用的是指程式 现在时哈 波故就是很多 就非常担心的意思了 Debut 就是自从 自从什么时候呢 Don't des bars Debar 这边表示出发 离开的意思 那Don't des bars 就是你离开 你出发 去哪里呢 Au Canada 去到加拿大 也就是自从你离开 去了加拿大 你的妈妈就非常的担心 那这边呢 Don't des bars 它是也是表达一个时间短语 所以这个Debut呢 后面不一定只加时间点 或者时长 还可以加表达时间的 这个短语哈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 第二个表达时间的短语哈 以利亚 以利亚呢 后面加一段时长 那一定要用 符合过去时哈 那表示这个动作 已经发生并完成 有多长时间了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哈 Mon frère est sorti il y a une heure Mon frère 我的兄弟 est sorti 这边用了 passer comme moi zion et 这位主动词 sorti 动词原型 是 sortir 表示外出 我的兄弟外出了 那外出的时间呢 是 il y a une heure 已经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就是他这个动作 发生已经有一个小时了 就是我的兄弟 外出已经有一个小时了 Mon frère est sorti il y a une heure 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J'ai fini mes devoirs il y a deux heures J'ai fini 我完成 这边也用了passer comme moi zion et avoir 作为主动词 finit 动词原型 是finir 表示完成哈 mes devoirs 我的作业 il y a deux heures 已经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完成我的作业 已经有两个小时了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Maxime est arrivé au bureau il y a quelques minutes Maxime est arrivé 这个也用了passer comme moi zion et 这位主动词 arrivé 动词原型是arrivé 表示到达的意思哈 那au bureau 就是到达这个办公室了 il y a 已经有 quelque minute 就是几分钟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Maxime 已经到达这个办公室 有几分钟的时间了 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例子 nous sommes allés à home il y a anon nous sommes allés 这边同样用passer comme moizé 用at 这位主动词 arrivé 表示去的意思哈 à home 罗马 我们去了罗马 il y a 有 anon 一年的时间哈 意思是说 我们去罗马 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那我们从这几个例子 可以看出来 当我们用il y a 加一段时长的时候 一定要用passer comme moizé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 第三个表达时间的 借词 don don呢 也是加一段时长 那我们用将来时哈 可以用最近将来时 也可以用简单将来时哈 那表示这个动作呢 将在多久之后发生哦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哈 je vais arriver dans une heure je vais arriver这边 aller 后面用don词原型 就用了最近将来时啦 那arrivé表示到达 就是我将要到达了 don une heure 在一个小时之后 也就是说 这个动作 我到达 是预计发生在一个小时之后 所以我们用don这个戒字哈 je vais arriver dans une heure 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je vais sortir don trente minutes avec mes amis je vais sortir 这边我也同样用了 最近将来时 aller后面用动词原型哈 sortir 表示外出哦 don trente minutes 就是在三十分钟之后哈 avec mes amis 和我的朋友们 也就是我将和我的朋友 在三十分钟之后 外出的意思啦 我们来看第三个例子 mon ami viendra me voir don cinq jours mon ami 我的朋友 viendra 这边我用了这个 简单将来时哈 那动词原型是venir 就是表示将要来的意思 me voir 来看我 don cinq jours 在五天之后 也就是说 我的朋友将要来看我 什么时候发生呢 就五天之后 他才来看我哈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例子 nous partirons en vacances don une semaine nous partirons 这边partirons 也用了简单将来时哈 动词原型是partir 那partir en vacances 就是出发去度假了 don une semaine 就是在一个星期之后 也就是预计我们这个动作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就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呢 我们将要出发去度假哦 那我们从这几个例子 可以看出来 don 加一段时长 我们后面要用将来时哈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 bouh这个借词 用来表达时间的时候 是怎么运用呢 bouh后面也加一段时长 那我们通常呢 可以用passer composer 或者是fitur 这两个时态啊 那表示这个动作呢 预计将要发生 持续多长时间哈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Lucie est partie en vacances pouh une semaine Lucie est partie 这边用了passer composer 那这边用at作为主动词 partir 动词原型是partir 那我们说这个用at作为主动词 动词过去分词 要跟主语进行性数配合 Lucie是一个女孩子 所以这边partir要加二哦 Lucie已经出发去哪里了 en vacances 就是去度假 她已经出发去度假了 那她去度假多长时间呢 我们预计发生一个星期 所以我们用bouh这个借词 加一段时长 bouh une semaine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Lucie出发去度假了 然后她将要度假一个星期 Lucie est partie en vacances pouh une semaine 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nous serons absents pouh un mois nous serons 这边serons动词原型是être 这边用了简单将来使用 那这边有一个固定的短语 être absents 就是缺席的意思 nous serons absents 就是我们将要缺席 那我们现在缺席了吗 我们现在还没有缺席哦 预计我们将要缺席多长时间呢 bouh un mois 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我们现在不缺席 但我们将要缺席一个月的时间的意思了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例子 je vais retourner en China bouh trois semaines je vais retourner 这边也用了将来使用的是最近将来使行 aller 后面用动词原型 re retourner 就是再一次回到en China 中国 就是我将回中国 我将要回中国多长时间呢 bouh trois semaines 就预计我回中国呢 持续三个星期的时间 je vais retourner en China bouh trois semaines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bouh don的用法 bouh 后面呢 可以加一段时长 也可以加表达时间的名词短语 那我们用bouh 这个 接词呢 后面呢 可以用很多个时态 可以用现在时 符合过去时 将来时 未完成过去时 等等 那我们通常用的最多的是用符合过去时 用bouh bouh 比较多 我们同样来看几个例子 je fais mes devoirs bouh bouh deux heures 这边 je fais 用了bouh bouh 就是 表示我做了 mes devoirs 我的作业 我做我的作业了 bouh bouh deux heures 就是在两个小时之间呢 在两个小时内呢 我做作业了 那这边强调这个动作已经发生并完成 而且在特定的一个时间段内 就是在两个小时内我完成了 我做完了我的作业哈 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Ils ont habité à Paris pendant deux ans entre 2010 et 2012 Ils ont habité这边也用了passer commenter 用avoir 作为主动词 habiter 居住哈 à Paris 在巴黎 那么他们在巴黎已经居住 他现在已经不住在巴黎了 强调的是 他之前在巴黎居住 居住了多长时间呢 bouh don deux ans 就是在两年内 也就是说 强调他在两年内呢 就住在巴黎 这个动作已经发生并完成了 而且他这边 把这个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 也都说出来了 entre 2010 et 2012 就是在2021年和2012年之间了 那强调这个动作 在多长时间内 发生并完成 我们用bondon哈 那么你也可以用lambarfe 就是未完成过去时 强调的是一种状态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j'étais timide pendant mon enfance j'étais timide 这边er动词原型是 at这边用了lambarfe 未完成过去时 强调的是一种状态 timide就是害羞的意思 我很害羞 就是过去很害羞 bondon mon enfance 在什么期间呢 enfance表示童年的意思 mon enfance就是我的童年 也就是在我童年期间呢 我很害羞 其实我小时候 真的是特别害羞的一个人 就是见到陌生人都很害怕 以后呢 会躲起来的这种哈 所以这边呢 强调的是 在我童年时期呢 我怎么样很害羞 强调的是一种状态 所以这边bondon呢 加的是一个表达时间的名词 短语 然后前面呢 用的是lambarfe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例子 marie regarde la télévision pendant deux heures tous les soirs marie regarde regarde的动词原型 是 regarder 表示看的意思 那这边用了现在时 prison la télévision 就看电视 那为什么这边用prison呢 我们来看一下 tous les soirs 就表示 每天晚上 也就是每天晚上呢 marie都会在 看电视 看两个小时 那用这个 现在时 就表示这个动作呢 它会一直发生 bondon这个借词 用这个现在时 还是比较少的 我们通常用的最多的 就是用bassé commeosella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借词 on后面加一段时长 可以用这个 现在时 也可以用符合过去时 也可以用将来时 那on加一段时长呢 是表达 完成某个动作 所需要的时间 我们来看 几个例子 j'ai fini mon travail en une heure j'ai fini 这边用了passé comment j'ai用avoir 这位主动词 finit 动词原型是finir 表示完成 mon travail 我的工作 我完成我的工作了 那用了多长时间呢 用了一个小时哦 en une heure 那用多长时间呢 我们就用en这个借词 加一段时长 en une heure 我用一个小时 就完成我的工作了 j'ai fini mon travail en une heure 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Paul a couru 100m en 15 secondes Paul a couru 这边也用了passé comment j'ai用avoir 做一种动词 couru 动词原型是courir 表示跑步的意思 那Paul跑了100m 就是100米 en 15 secondes 用了15秒 那用15秒钟 就跑完了100米 那这句话就是强调 Paul跑100米 所用的时间 就用了15秒钟 Paul a couru 100m en 15 secondes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例子 nous finirons ce projet en 10 jours nous finirons finirons 动词原型是finir 这边用了简单将来时 表示将完成的意思 ce projet 这个项目 那我们将完成这个项目 用多长时间呢 en 10 jours 用10天的时间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将用10天的时间 来完成这个项目了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on呢 加一段时长 可以用 bassé gombozé 也可以用fitur 也可以用prison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 今天总结的最后一个表达时间的短语了 safé 加一段时长 g 后面呢 可以加prison 现在时 也可以用bassé gombozé 符合过去时 那表示某个动作呢 发生 它持续了多长时间 并且继续哦 或者表示某个动作已经发生 并完成有多长时间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safé trois jours que je ne t'ai pas vu je me manque safé trois jours 就是已经有三天的时间 怎么样呢 je ne t'ai pas vu 这边也用了passé gombozé 用avoir 作为主动词 vu 动词原形是voir 表示见看的意思 那看谁 看你了 这边是直接 避雨 de 前置 到主动词前面 遇到a声音了 就变成d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已经有三天时间 我没有看到你了 那这个动作呢 已经完成 我没有看到你 已经有三天时间了 就发生 已经完成 有三天时间 我没有见到你了 je me manque je me manque 就是我很想你的意思了 也就是说 强调这个动作呢 发生 持续多长时间 但是已经完成了 我没有见到你 我没有看到你 这个动作已经发生 并完成 而且已经持续了 三天的时间 好 那今天呢 就是Lilyanne 要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时间表达的 七个非常常用 实用的 借词和短语的用法 和区别 你们学会了吗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 转发留言 评论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A la prochaine Salud